非常重视就是建立一种全球性的伙伴关系 其实中国的外交呢 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把这个任何国家作为一个敌人 那么我们是一种无敌国的外交 那么在这个框架里面呢 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 那么中国现在从长远来看呢 我们希望是形成一个大国之间的相互的协调 从而在全球的这个战略性的结构当中呢 造成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一种 大国的这个权力结构 那么这个权力结构呢 当然这里边美国 中国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 它在全球性的这个权力结构当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这个框架当中呢 应该说中国呢 我们非常重视和美国关系的相互之间的协调 因为中美关系的稳定 对于整体的全球性的战略结构 对于这个权力上的这么一种稳定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所以正因为这样呢 我想中国我们过去提出来过 就中美建立这个信息大国关系 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这个领导地位 实际上相互之间并不是绝对的这个 要进行一个零和的游戏 这不是一种权力转移的关系 有一种权力转移的关系 感谢观看